大家好,我是居妈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三面都是辫子针的收针方法 这个呢,它是用在搓板针的几边收针的 这个毛衣它是一件半成品,两个袖子还没有织呢 它用的是渐辫色的蛋糕绒织的 它在我的橱窗里,有需要的可以去橱窗里去拍 这个毛线它是这种毛茸茸的,但是它不掉毛,也不起球的 很柔软,老人小孩都可以穿,织围巾,织帽子都可以的 我的橱窗里还带了回归线,大家都知道回归线它是一个品牌 它是品质很过关的,我带了它家的羊毛线,羊绒线 还有棉线,亚麻线,大家有空可以去我的橱窗里帮我看看 把把关,看那个价位还有那个品种,可以不可以 帮忙给我出出主意,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这个几边的织法 现在开始收针,边上这两针我们织下针 这一针第二针现在不要织了 把第二针和第三针进行合并 然后把这两针穿回左边针上 织一个下针,然后把第二针和第三针进行合并 把这两针又穿回左边针上 织一个下针,又把第二针和第三针进行合并 后边就这样重复织 第一针织一个下针,把第二针和第三针进行合并 你看这样竖完的边,它就是这种辫子形的 现在余下最后三针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弄 我们把这两针一起织一个下针 现在与两个线圈呢,再把后边这个线圈这样拨过去 这儿呢,又长了一点 我们把它这样遮过来,和上面这一个线圈呢 你看,这样遮过来以后,它和这一个基本上在一个位置呢 它和这一个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我们就和它呢,进行合并 定在一起以后,我们在这个线圈里边再把这个线呢,拉过来 把它拽紧,然后把线圈剪断 它线圈藏一下,这个边就梳好了 你看这个边呢,梳完以后它就是这样的 它很整齐了 从这儿看不到,就是这边这个余下的这个根 这个底边的输针方法,我就演示完了